老杨到处说 说说贝鲁特的大爆炸 我们的话题不在讨论这个爆炸是怎么前因后果 我是想这样一个大爆炸 能不能诈醒和平年代世人的危机意识 我想贝鲁特这个大爆炸已经震惊了全世界 即时传递的那个视频画面 真的是让大家感受到了这个大爆炸的威力 几乎可以说是同步的 那个铺天盖地的那种惨烈 那么这就是8月4号在黎巴伦首都贝鲁特 也是贝鲁特港 那么发生了这两起大型的爆炸事故 这先后两起 重大的人民伤亡的财产损失 这才导致了多少人呢 135个人当场死亡 超过5000个人受伤 那么很多东西的还很多人的失踪 导致30万人无家可归 因为那个失踪心只有40万人 结果有30万人 几乎就是贝鲁特就毁了 当年长强党跟真主党之间的一个较量 都没有像今天贝鲁特这么的惨烈 好了 那么行动都还在搜寻之中 那么现在跟原因是什么呢 跟从2014年就储存在贝鲁特港的2750吨 硝酸胺有关 这两场爆炸的威力在数百吨到3000吨的TNT 那是很可怕的一个数字 那就是2750吨 这个硝酸胺居然可产生这么巨大的爆炸的威力 一般人无法想象 那么硝酸胺呢 大家知道了氮含量很高 相当的稳定 运送方便 而且价格比较便宜 一般是放在肥料 农村农业生产用处的肥料 那么现在全世界生产硝酸胺最多的是中国 因为现在所有的硝酸胺主要是用化学合成的方式 主要原料就是硝酸 中国第一是农业大国 生产化回的产量很大 所以中国全国在2018年年底 硝酸的产能是1964万吨 就接近2000万吨 那么都知道硝酸胺不仅可以合成生产 以硝酸为原材料 用途很广泛 一般用在化回 开矿 土木建筑 但是它很容易爆炸 贝鲁特这种大爆炸 这一类由硝酸胺引起的重大的事故 其实中国也发生过 那就是2015年8月12号 天津港 天津港这个瑞海公司的危险品仓库 特别重大的火灾爆炸事件 那个事件就连串的爆炸 而且爆炸现场产生的冲击波 是大到天津市 河北局部地区都有震感 北京的地震台 甚至简直两次在天津的 这样一个接连两次的大爆炸 震感的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24吨的TNT 但其实来讲现场有蘑菇云 后来才发现是相当于445吨的TNT 可见不得了 真的是不得了 在天津 天津的死亡人数也不少 有165人遇难 8个人失踪 798人受伤 还好是不是在市中心 跟贝鲁特不一样 贝鲁特是两个港口 特里特里 那么还有个贝鲁特 是不是 现在基本上整个黎巴嫩 基本上瘫痪了 这个国家没有什么资源 靠的就是船运海运 这样的话 好了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众说纷纭 第一 美国的这个大嘴巴的川普 就是特朗普说 爆炸不是因为某种意外 而是炸弹袭击 言之着着 随后美国国防部赶紧就澄清 说截至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线索显示 这是一起攻击事件 那就暂时排除 跟政治有关 跟恐怖主义行动有关 第二呢 以色列也赶紧发表声明 那么跟长江党对着干的 这么一个真主党 也开始声明 甚至声明是什么 他们都跟这次爆炸无关 因为呢 黎巴嫩这个国家 有基督教 当然也有伊斯兰教 长期内战平衡 一个非常好美丽的国家 搞得一塌糊 但现在好不容易安生一下 邦击又来这么一声大招 好了 以色列呢 也特别都以黎巴嫩表示 维稳 因为很近嘛 跟拉海法很近 但是呢 以色列特拉维护的市政府 还搞了个黎巴嫩国旗 搞得他们也有很多的非议 黎巴嫩的第三个原因 黎巴嫩政府长期存在的官僚主义延宕 导致了这次爆炸的无可避免的发生 这个呢 还有点靠谱 我们来说说这条船 2013年的9月23号 这条船呢 那么它是什么呢 挂的摩尔多瓦国旗 准备呢 有2750吨的硝酸鞍 准备去哪里呢 准备去莫桑比克 走到莫西比克的贝拉 就是叫 应该是津巴布韦吧 莫桑比克 那一带 航行过程中呢 这艘船 忽然间发生故障 赶紧就停靠在贝鲁特港 一停靠 发现这个条 已经没有办法适合航行 必须扣留住 禁止它离港 结果呢 船上有八名的乌克兰人 和一名俄罗斯人 结果呢 那些乌克兰人呢 被乌克兰领走了 后来呢 没办法 这艘船的船东破产 成租人对船运不感兴趣 又没有办法 把货卸下来 这船呢 大家把他放弃掉了 不要了 结果呢 这船员呢 就淡尽良劫 好了 这个呢 发现呢 实际上来讲 就到了2014年 那么这批货物 就怎么样呢 移到岸上的一个 12号的机库里面去 暂时储存 这几年 2014年开始到今天 六个年 黎巴伦海关官员 多次祈求有关政府部门 赶紧把这些东西处理掉 有人说土耳其要买 有人说呢 黎巴伦的炸药公司要买 但是一直没有办法处理 黎巴伦军方也没有出面来解决这个问题 写信呢 写到祈求像气概一样 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非常危险 随时可以出问题 赶紧要处理 这个2750吨的萧酸安 就这样 在黎巴伦港区滞留 滞留到后来 放在仓库 放了六年 没有任何安全措施 那么热的一个中东地区 那么热的一个地区 那么多的基层官员整天用祈求的口气 没有任何回应 不是恐怖袭击 不是其他的炸弹的东西 不是这些内部的教派之争 不是等等的东西 那么是什么呢 很大原因跟黎巴伦政府这种官僚主义 不文不彩有关 为什么呢 如果它是一起工业安全的事件 你即便是排除任何可能的恐怖主义袭击 或者其他有政治目的和其他目的的 攻击性事件 在一个和平年代 发生这么大的引起全世界震惊关注的一个巨大的爆炸 的确要引起世界各国的警觉 这种警觉呢 不只是具对危险品 一栏爆炸物的妥善保管 而是任何的工业意外 不仅会造成无辜的伤亡 国家财产的损失 同样也会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政权 碎裂崩解的预兆 我这里说的 以前我们的节目谈到 苏联的切尔洛贝利核电站1986年的爆炸事件 实际上就构成了苏联解体的一个先生 那么格尔巴乔胡说过了 刻意瞒报 七上瞒下 对人民说法 这就失去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对你的最基本的信任 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黎巴伦港 贝鲁特港这个大爆炸事件 是吧 我们来看看 目前黎巴伦政府处理还比较适当 宣布紧急状态两周 然后全国哀悼日 紧接着要被遇难者哀悼三天 那么这个东西是国家的灾难 提供很多的帮助 免费的治疗 多个国家表示声援 表示支持 联合国还有很多国家的领导人 表示疑问 愿意提供了人道主义的援助 中国呢 也没有闲着 他吸收了2015年天津港大爆炸的事件 对教训呢 他危机 国务院的应急反应还比较快 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马上召开关键的安全会议 他现在不能够到北京开视频会议 然后呢 就根据这个黎巴伦这个贝鲁特这个事 要调响警钟 然后开始进行普遍的查 查什么呢 查港口 码头 仓库 堆厂 危险化学品的运输车 运输船 而且这都散落了全国各地 还有很多园区等等的东西 以物流 仓库 园区 码头 港口 为主 那么中国这个呢 应该处理的还是比较快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呢 以大量出口这些年 又消化过剩的硝酸的产能 国外的仓库都塞满了这些爆量 就都卖出去了 但是没有办法销售 产能过剩 因为内地早些时候很多化工厂 大力的生产硝酸 不少化工厂以硝酸为主力的产品 吸收了大量资本进入化工工业 硝酸的产能迅速增加 现在自己消化不了 好了 2012年开始就过剩了 行业竞争厉害 所以价格又比较低 盈利的空间缩小 农业方面呢 对化回的用量也没有办法大幅增加 整天拆迁 整天增地 搞房地产 那么怎么办呢 怎么消化这些产能过剩的硝酸呢 结果只能大量外销 大量外销以后呢 很多国家的这个码头都布满了这个硝酸栏 这个事情呢 就是很多外销又没有办法销入 就堆积的产品 自己国内的港口码头仓库都堆积了硝酸 在国外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些硝酸和硝酸栏都是隐形炸弹 稍有不慎 既定要量成像贝鲁特港这样的大祸 当然这些硝酸栏爆炸的还不是咱们中国的 还是俄罗斯的还是乌克兰的 好了我们话题回到了中国 中国呢自从1962年 已经享受了跟中印边境反击战以后 中国享受了周边无战事外敌未入侵的和平涉业将近60年 到了1979年中印边境反击战 中国也维持的这样的周边安全环境也40多年 上一次的天津大爆炸 大家还以为就是个不慎的事件 处理一些人 抓了一些人等等 实际上并没有唤醒中国人对这种和平年代的危机意识 但这一次我觉得是要提醒一下 黎巴伦的大爆炸也在中东 天气很热离中国很遥远 但是黎巴伦这样的大糟炸 加上你有前科 是吧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的媒体界 我都不说他是谁 他的哥哥 70年代 从清华大学分配到张家口 那是一个军用的一个炸药厂 后来那个军用炸药厂一点不慎 整个厂的一无一平地 几百号人就找不到任何的东西 所以这个稍有不慎的造成的祸害是很大的 我说的这样一种军品生产的事故 这个东西还是要非常非常小心的 所以我讲应该引起我们的警醒 而这个警醒我觉得一般来讲 不只是说要注意安全生产 现在中国现在周边有那么多的不安定的因素 中美关系处于这么一个紧绷的状态 美国人的西太平洋咄咄逼人 整天要跟你喊大喊沙的 那么你现在是不是要有更多的防范 这种警醒应该是普及全民 这种警醒不能只是安全委员会 不能只是应急管理部门的事情 我想在这一点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既然不过来 感谢观看